各位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再度收看操盤高手 我是高憲榮 您現在所收看的節目 是我們在盤中11點半 為大家LIVE來做播出 提供大家最及時的解盤服務 當然如果投資朋友 您對手中的股票有任何的疑問 都歡迎大家利用我們的盤中 Coin專線0800868365 0800868365 我會在這邊盡我所能 就我所學 提供大家最專業的一個建議給您 好那我們來看到台北股市的部分 那今天大盤指數的話 是開高之後稍微有點震盪的狀況 目前這當中指數是漲27點 來到7855的位置 那當然這個行情 很多人都說 最近國際股市表現好像還滿 這當中不穩定的 尤其是昨天的入股 在下午盤 就是我們台灣收完盤之後 他們在2點鐘過後的一個交易 入股又出現一個急殺 大跌了多少 跌了這個當中超過6%的幅度 又往下出現一個破底走勢 那如果說這個行情 在還記得這個月一開始的時候 月初的時候 入股可以說是全球股市當中 這個領跌的一個指標 當入股跌 接下來你看到亞股再跌 當天晚上的美國股市 幾乎也都會跟著重挫下去 可是蠻令人意外的是 入股雖然說今天早盤開高 還是繼續跌 但是我們看到昨天的 這個道琼工業指數已經怎樣 反而是拉高上漲了282點 那今天再來看到亞洲股市 目前入股的部分是再度的走低 可是我們看到 就連跟它最接近的香港 目前都漲了140幾點 韓國綜合指數也大漲14點 日經指數更是大漲超過300點的幅度 已經可以看得到 對大陸股市走跌的這個利空 跟其他國家來講 好像已經逐漸的脫鉤 這個利空已經有逐漸鈍化的現象出現 我認為這是一個對接下來股市 要從這個底部慢慢的翻揚上來 蠻重要的一個訊號 跟大家來做一個叮嚀 當然重點我們倒不是說 要去等期待說指數 哇現在又要從7800 再來大漲到9000 漲到1萬點上去 不是重點我們是說 當行情現在穩住正角的時候 怎麼樣去幫投資朋友 來做一個投資組合的調整 弱勢股哪一些 還是要去避開 強勢股還是要去鎖定呢 這個部分我們繼續來做觀察 那今天比較弱的股票 當然最明顯大家會關心的是 股王大力光的部分 股價在今天 蘋果召開這個當中 公佈了上一季的財報 也估計這當中 iPhone是一個持平 銷售持平的狀況 大力光股價今天走跌 跌了95塊 那你會想說 哎呀大力光的股價好弱喔 我倒不是這麼認為 其實大力光股價為什麼會跌 最重要的因素在哪裡 從技術面上來看的話 我認為說最重要的關鍵是在 它昨天尾盤的一個急拉 有點這當中 這個拉的太兇 其實懂技術分析的就知道 昨天有看大力光的會知道 股價是這樣慢慢的走高上去 但是到了最後十幾分鐘突然急拉 甚至最後一盤收盤是跳空大漲 從原本這個地方是2190 1.25分 跳到收盤變成2240的高價上去 那這種是屬於一個 穿價拉高的方式 懂技術分析的都會知道 它接下來都比較容易出現一個什麼 拉回回測 所以其實大力光今天走跌 就技術上來看 它就是在這當中回測昨天的一個 這個回吐昨天的穿價拉高 那回吐完之後呢 觀察重點在哪裡 在於說接下來的走勢 我們從日線圖來看 昨天是一根長紅棒 拉回來如果說三天 不要去破昨天長紅棒的低點 那之前我說過大力光這裡 已經形成一個多頭吞噬 轉強群態出現 拉回來三天 如果還能夠守在 昨天的一個 禮拜二的一個長紅低點之上 我認為這一波大力光的反彈 還是有機會再逐步的 往上上去 當然我會強調 這個部分 平蓋股應該就是屬於一個 反彈的一個走勢 就長線上來看 畢竟iPhone的一個銷售成績 已經這當中停滯下來 iPhone賣的還是很好 但是它沒有辦法再大幅度成長 也就代表說 整個它的一個產業警惕循環 已經到了高原期高峰期 那未來股價再往上爆發力 我覺得都不會太大 所以如果說你要操作平蓋股的話 目前比較適合的就是一個區間操作 從技術面拉回來找買點 像前陣子都剛才提到 低檔已經有轉牆訊號出現 那當然什麼時候要找賣點 這也要從技術面來做個拿捏 這一點我會提醒大家 那比較要小心的 倒是在這個金融股的部分 今天金管會已經開始出手 對9家的銀行業有在發行TRF 人民幣的這些延伸性金融商品 都開罰了 當然現在報紙也有提到 估計這個所謂的銀行 持有的TRF或是人民幣的一個部位 造成的潛在損失 加起來可能高達2000億 當然這只是一個估計的數字 實際數字多少 可能現在沒有人能夠正確的知道 要等到最後銀行這當中 把財報結算出來 開成布公之後才會了解 那我還是提醒大家 當最後的利空還沒有出現 甚至真正虧損多少 還沒有出現之前 金融股的部分一定還是要特別小心 像今天大盤指數 開高目前是稍微有點拉回 漲19點 漲20幾點 對不對 可是你會看到金融股的部分 目前國泰金已經又翻黑下來了 包括了富邦金的部分 目前又翻黑下來了 對不對 所以你會看到當大盤漲的時候 金融股漲不太動 大盤一回 金融股都在領跌 那我們說其實你為什麼 一定要拘泥在金融股身上呢 反過來如果你能夠去找到這當中 真正的強勢股來操作 好 那我們再來看到 這一波我們持續鎖定在哪裡 鎖定在強勢股當中 新能源車 汽車安全配備 以及在智慧車聯網的部分 那裡面我們看到 舉個例子來看 像這個新能源車 Tesla概念股裡面的核大 今天大盤開高壓回 核大是開平走高拉高 目前大漲4塊半 所以同樣在Tesla概念股的F帽連 股價今天大漲3塊半 盤中最高已經來到162塊的價位 做汽車安全配備的建林 股價早盤最高又衝高到181塊 目前是上漲3塊錢的幅度 包括開始切入到 ADS先進駕駛輔助系統的FIET 指數開高壓回 對不對 它的股價 你有沒有看到 又往上再衝高上去了 那為什麼再三跟大家要去叮嚀 你要去看盤的時候 你要去注意的就是這種結構的變化 大盤跌 你要小心哪些股票會跌 好 那哪些股票 又可以不用靠大盤自己敢漲 這就是我再三跟他強調 做股票 如果你說你要成為操盤高手 你要學技術分析 技術分析很多 有人教你K線 教你型態 教你波浪 可是你學了半天 你有因此變成高手 你有因此賺到錢嗎 好 你說沒有嘛 對不對 為什麼最關鍵的 其實是別人沒有教你的結構 甚至可以說操盤不知結構是何物 學變技術分析也枉然 學股票做股票你要操盤 最重要的就是要去看懂結構 也就是這當中你要去正確的 第一個分辨強勢股跟弱勢股 第二個更要去領先掌握 轉強跟轉弱訊號 這樣子做得好 你才能夠成為市場上的贏家 當然這個道理我相信很多人都懂 很多人都知道 做股票不能靠大盤 要去做這當中 找到這個強勢股來操作 但是難也難在這裡 什麼叫做強 什麼叫做弱 不是說股價創新高大漲 你就知道叫做強 股價跌下去 你才知道它叫做弱 那叫做事後諸葛 不行 對不對 你更要去領先掌握到 股價轉強跟轉弱的訊號 那你說你做不到 所以我說你為什麼更需要加入 憲榮老師帶領的極品操盤團隊 你看到我們是怎樣 幫這個投資朋友 在做這個掌握結構 太弱則強的動作 就像去年這個時候 一年前 宏達店那時候股價 你說是搶還是弱 股價在創新高啊 大漲啊 外資在大幅度調高目標價 報紙都說 宏達店專賣店 今年業績要拼倍增啊 可是我當時都提醒會員朋友 宏達店一百二十幾塊 當時是可以買的 可是漲到這個地方 外資喊到兩百塊目標的時候呢 已經不對了 指標未過前高 記得要建好就收 對不對 那去年這個時候 我們提醒大家 宏達店要建好就收 那我們看好的是誰呢 還記得當時跟他談到 同志技術面上來看 已經有大戶進貨 專門生產 造車雷達亞洲第一大廠的同志 在這裡已經大戶進貨 轉強訊號出現之後 接下來你有沒有發現到 這一年下來 宏達店的股價從一百六跌到四十塊 最近彈上來七八十塊 還距離高點非常遠 如果你在當時不知道要賣 拉下來 跌下來不知道要換股 你現在還不知道 哪一天才能擠得套 可是如果你能夠懂得 這當中太弱則強 宏達店換到同志上面來 股價你有沒有發現這兩年下來 已經怎樣 足足從一百十幾大漲到三百九 今天盤中還曾經創下四字頭的高價 對不對 所以我不是叫你現在去追同志 我只是跟大家講 關鍵你能不能夠在這一個地方 就看到它有轉弱訊號出來 然後在這裡看到同志有轉強訊號出現 再舉個例子 像大力光 9月份我們跟大家談到 iPhone 6S剛發表的時候要小心了 對不對 所以技術面上來看 已經有大戶在出貨轉弱訊號出現 那時候兩千八兩千九 那時候我們看好的誰 第一檔大戶在進貨轉強訊號出來的至今 結果這一來一回 你有沒有發現到大力光跌到一千八 當然我說這裡就不要再殺低 至今反而是從五十幾大漲到一百一 漲到一百二 關鍵在哪裡 是在行情指數嗎 不是 是在你有沒有在這個地方 看到大力光已經轉弱了 你有沒有在這地方 發現大戶在買大至今 大技術面有轉強訊號出來 這一來一回 這就是做股票關鍵 所以關鍵在哪裡 關鍵在於 你能不能夠去領先 掌握到我們所說的 股價轉強或者是轉弱的訊號 當然如果說投資朋友 你有任何疑問 您對手上的股票有不了解 我們都歡迎大家利用我們的 Coin專線 0800868365 我會在這裡提供大家最專業的建議 現在線上有一個三重的王先生 要打電話進來 王先生你好 是 老師你好 你好 好想問那個3324的雙紅 3324做散熱模組的一個雙紅 好我們來看一下雙紅的股價 來這邊我會建立要小心 要居高思維 為什麼 你說這個股價很強啊 還蠻強的一直在漲啊 對不對 那看起來好像是強 很多投顧老師就說 創新高就會帶著投資人去追 不過我說強跟弱不是這樣看 要去觀察的 還有包括了這當中 籌碼 價量跟指標 那這裡我說要小心了 可能要見好就收了 為什麼 第一個觀察它的量 最大量在哪裡 在這個地方 現在股價過了這個高點 量有沒有再創新高 沒有過 這一個加量有背離 那第二個指標來看 股價這裡過高點的時候 指標就是日KD 有沒有過這個高 也沒有過嘛 對不對 那現在融資餘額 又大幅度增加上來 有多少一萬兩千多張 所以目前來看 這股價還不錯 還穩穩的 可是呢 還力道也越來越弱 那如果說接下來 一個黑棒殺下來 破了過去這10個交易日 的一個平均價的話 我會提醒說 這裡可能就正式的 會有一個這當中 拉高上去之後 反手殺多的走勢出來 所以說從技術面上來看的話 我會叮嚀 這裡要居高思維一下 給這個三重的王先生 您手上的雙紅要小一點 那很多股票我會叮嚀大家 不是說看到漲才知道 它這個牆就要去買 看到跌才知道它弱才來跟著殺 關鍵你要去更早一步 掌握到轉牆跟轉弱的訊號 就像這個當中 舉個例子 建林今天股價又繼續漲 對不對 今天股價盤中一度又來到180幾塊 但是我們是在這裡來推薦大家嗎 不是啊 來看到上個月我們在大盤 拉回來指數是連四跌 跌到月線跌到季線以下的時候 就跟大家談到 建林那時候股價在139塊低點 拉回34天未破其漲點 K線二連紅已經轉強上來了 好 那再來看到包括在這個月初 這個月初 大盤跌到7770的時候 我還是提到 這其實背後都有大戶在進貨 低檔轉強訊號出現 那時候股價低點在多少 147 那現在呢 你說大盤指數 也不過在這裡 從7627 彈回到7800左右 還沒有動 這個月指數是從多少 從這裡是這個8800左右 跌下來這裡是8300左右 跌到現在是7800 可是你們看到建林的股價 已經從139到147 墊高上來抽 現在已經領先大盤 創新高 那我們是在這裡推薦嗎 不是 我們是在這裡 在這個地方 就已經跟投資朋友來做一個推薦了 對不對 再來看到包括核大的部分 核大的部分 在元月份 我們跟在線上演講會 就已經跟投資朋友來報告 新能源車收回指標股的核大 那時候我們看好說 整個這個核大 2015年前三季 EPS是在逐漸走高 2016年這當中 還在新增產能 第三季要量產 都代表說未來的業績 還是有機會持續成長 重點是在這裡 你有沒有發現到 最近你說大盤不好的時候 核大的股價 已經從7627 領先過高 再來看到包括F茂聯 不也是一樣嗎 對不對 F茂聯 其實我們更早之前 在這裡就已經跟大家報告了 對不對 現在的股價呢 也已經都領先大盤突破新高 那重點是你是在這個地方才知道的時候 我們都已經能夠去這當中 提前預知他有轉牆訊號 甚至帶著會員朋友低檔在做布局 這也就是極品操盤團隊的使命 做好這當中 掌握結構太弱則強的動作 強勢股帶著會員朋友領先市場 買在第一檔 當然甚至很多會員說 那憲榮老師怎麼去知道 這檔股票已經在做轉牆 這檔股票這當中 可大戶正在進貨 這個部分 在我們極品操盤團隊的網站上面 都有一個會員專區 提供會員朋友 別人沒有的五大服務 包括盤中指令 分析日記之外 這雲端書櫃技術分析電子書 雲端教室操盤級技術分析課程 還有會員影音 每週兩次的實戰教學 教什麼 教的就是教會員朋友 怎麼樣去看懂股價 第一個正確分辨強勢股跟弱勢股 第二個更能夠去領先 掌握轉牆跟轉弱訊號 那如果說想深入了解的投資朋友 我們都歡迎大家 這當中休息時間 跟我們的服務人員來做一下諮詢 休息一下第二階段 還有更重要的亮點 馬上再回來 好 請用五分珠 吹起聽 請用起聽五分珠 五分珠 五號 成都獨故 歲末大放送 三月前免費 全面再打五折 沒有限進行把握 千萬個不打 02-2752-5868 02-2752-5868 02-2752-5868 提供給您最用心的解盤分析 最前瞻的產業觀點 恰勤出現02-2752-5868 2752-5868 成通投顧高老師 集聘操盤團隊 入會專線02-2752-5868 02-2752-5868 現時來電入會 讓您輕鬆享有最專業的操盤服務 成都獨故 歲末大放送 三月前免費 全面再打五折 沒有限進行把握 千萬個不打02-2752-5868 02-2752-5868 平常工作時 總是充斥著各種聲音 所以休假時 我喜歡不覺一切吵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這片刻的寧靜 Choose your online 鵝排氣密床 worship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当然大盘指数的部分 今天开高稍微又有点压回 大家都觉得这个行情 哎呀 没什么好做 没什么好看 很多人也想说 这个行情既然快过年了 干脆就等着当中 等过完年啦 等成交量比较大啦 我再来进场 但是我一直都提醒大家 如果你永远都是要等到说 看起来有行情 量也比较大了 哇 做股票看起来 这买了比较容易赚钱的时候 才来买 其实那都是很危险 因为你会发现到 当低档你不敢买 等到这当中行情涨上去 成交量很大的时候 哇 这当中一买不小心 很可能又买在波段的高点 所以呢 我一直叮咛大家 做股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如果说这当中 要做这个波段的操作 一定要懂得反市场 人气我气 人气我气的一个操作方式 那当然讲起来很简单 很多人说就是 是做不到啊 还是忍不住打败不了这个大盘 打败不了自己的人心啊 所以呢 我说为什么你需要加入 极品操盘团队 你会看到我们是怎样带着会员朋友 在做一个波段的规划 就像去年当去年四月份还记得指数涨到九千九涨到上万点的时候 我怎样去带我会员朋友的 当时我们建立会员朋友平常心看待 指数来到万点了 但是也发现短线已有过热讯号出现 建立停看厅建立会员朋友先前低档布局的股票 有转弱的就陆陆续续来调节获利 新加入的也要有耐心 不要急着再去追高再去抢股票了 所以你看到 欣隆老师不是像其他投股老师 为了做生意 上了万点了 风险那么大了 还在拼命带会员朋友乱抢乱追 还在告诉你说台北股市还会再涨涨到哪里去 我不会做这种事 对不对 甚至在当时股市上万点了 四月份的时候 那时候大盘连续两个交易日出击到万点大关 我说这两天除了部分持股已经陆陆续续获利了结 甚至开始建立会员朋友 新增空单的一个部位 为什么 因为大盘要回档了 因为我们要把握人生有几次万点可以空的机会 难得再度见到万点 也是难得的空点 对不对 所以当时我们都建立大家要小心风险 大盘要回档了 甚至大盘到了七月份的时候 那时候跌到哪里 从万点已经跌到8500 我还是建立会员朋友家保留现金 等到十年线再来拼大搭 对不对 那现在台北股市跌到哪里 已经跌到十年线附近了 对不对 看起来消息面是一堆的利空 可是很多人在担心选举 在担心这当中 这个油价在大跌啦 入股没事就崩跌啦 我们告诉大家的是什么 1月14号选举前台北股市刹到7700 大跌下去 乐观做头恐慌见底 对不对 头部一定是充满了一堆利多 市场一偏的乐观的时候会出现 底部一定是在这个急刹暴跌之后 一堆的利空 市场最恐慌的时候会见到 所以这时候我说指数已经来到十年线之下 消息面利空不断指数持续破底 看似弱势的时候 指数已经到了低档底部去 该是拼大的时候了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你需要一个真正专业的操盘团队 我们诚心邀请你加入我们 现在正是一个最好的机会 当然我不会叫你随便乱拼 我买股票还是保持一样的原则 我们一定是锁定最有爆发力的产业 找出来有竞争力的公司 技术面有大户进货 低档转强讯号出现 再来推荐会员朋友 所以我也建立会员 建立所有投资朋友 如果你在市场上要赚到所谓的大钱 你不要每天在那边看短线 哇今天长什么就想要去追 今天这当中看看谁买了 会不会有机会涨停板 那个是不可能赚到大钱的 真正要赚到大钱 你就是要总的波段操作 那波段操作怎么做 第一个产业面一定是有爆发力的产业 第二个有竞争力的公司 第三个技术面大户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 这样子去低档买进 才能够买得安心 抱得放心 最后才有机会赚得开心 那你说可是讲起来就是做不到 所以你为什么需要加入 现龙老师的极品操盘团队 你会看到举个例子 物联网当时我们怎样推荐华汉 看到自动化系统的一个订单 已经掌握到新订单 基地台产品也开始出货 营运在足迹走高 技术面多方控盘 拉回来逢低站在买方 对不对 那时候才160几 后来涨到多少 做这样的股票才能赚钱嘛 对不对 然后呢 看到同志 我们掌握到 原来他已经在这推出了 这个倒车雷达 自动停车 盲区侦测系统的整合系统了 获得了大订单了 那业绩开始要出货倍增了 大户这当中 趁着收链三角形整理出来的时候 这当中如果你能够 跟着我们来锁定的话 现在股价呢 是不是能够帮你这当中 过去失去的 就是要靠这桶股票翻回来嘛 至今我们当时为什么推荐它 七八月营收创新高 因为受惠于穿戴装置车用电子 都需要用到它的小尺寸 OLED的面板 业绩开始有亮眼的成绩 技术面有大户进货 转强讯号出来 股价自然就会有机会 让你去掌握到一个大波段 那包括了这当中 最近也看到 其实像建林 像F茂连 这些股票都是这当中 我们最近又推荐给会员朋友之后 又持续这当中 能够去掌握到的机会 如果说投资 您需要我们这样的操作 我们诚心邀请你 加入极品操盘团队 加入现龙老师 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那现在为了要帮助大家 能够跟着我们的脚步 来做掌握 现在许多股票 像建林 像F茂连也都上来了 那我们已经锁定到2016年 台股最有机会的五大产业 物联网 新能源车 汽车安全配备 车联网 以及电子股当中 哪一些具有超跌就减便宜的机会 如果说投资方想把握的话 为了要鼓励大家 趁着行情低档 跟着我们脚步一起来 现在刚好成通头股 推出岁末感恩的 这个50%的一个活动 详细的内容在这里 我们都诚心邀请你 待会休息时间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来做联络 把握这当中 低档跟着我们一起 人气窝取最好的一个时机 好好把握机会 我们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平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成都土固 岁末大放送 三月前免费 全面再打五折 没有线进行把握 签了个不打 02-2752-5868 02-2752-5868 成通投顾 高老师 级品操盘团队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下群出现022-2752-5868 2752-5868 陈通头顾高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022-2752-5868 022-2752-5868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盖水盖清漆 带回来心爱不愿的老 五声那样 风吹风吹 嫁后空笑望 落后声 我这里有一个好听的歌 工匪好买啊 我那粘的工匪 吵架就没了 趕快來處理客 以後想要聽江飛唱歌 隨時都聽得到 也隨時都看得到 全土15片CD 2片DVD